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 今天頭刷回台灣 來看這間消費的求婚 發生在中華的跳蚤市場 跳蚤市場 以前說炒蠟市 專門在賣 日秋月 中古月 說肥立賓的二天到這裡要賣手錶 結果瘋瘋的掛掛的最適合的 錶子大小小回去 老闆說這是名牌的真貴 要求就要賣六千塊 肥立賓的二天當然不慶 想說是這樣大小聲 胎口兩千 老闆也是不要接受 警察來到地 做公親幫忙協調 最後是賣五百塊 事情來收拾 我們另外去問專業的 情表行的老闆 老闆說 全身的錶子大 一條也只有1500塊 要拿到六千塊 實在無合理 老闆說 意思意思 給他五百塊 那邊的錄一江 看到警察一個狗位 就去改稅 這是中華市天上路 跟這個日秋月市場 日到的再去 那邊的錄一江 跟另外一個男生的遺江朋友 來到一個大圍 在試掛手錶的時候 錶大手回去 通行要求錄一江一定給六千塊 從這個手錶買下來 消防署的這個計測 一直在那裡超不便 本來是賣五千 六月公二千 六月公二千 現在警察說賣五百 就算賣五百塊 他在附一江的男生的朋友 也是不一樣 他叫你賠多少 兩千 多少 那他叫你賠喔 那一大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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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拿到朋友來跟安慰 旁邊的民眾也看得不做 民眾說要報警 通行這麼說 計算要報多少順便就好 當時也有話要說 通行人說這個錶大順的順勢 應該要有人負責 正廟房的賽夫人說 這個錶大差不多是一千五塊 雖然錶大應該是真正的 不過十幾年的錶大算是六款 賣六千塊金本就沒有合理 先賣一家也只有一千五塊左右 賣六千塊是比較沒有合理 本來就是在求人 那些東西有一個公頂價格 就不可以用法的 競風口放上方 用理性來處理這個問題 由旁邊的顧客協調 在協調下降至五百塊 最後以五百塊達成和解 他今天雖然覺得很威脅 賣手也是貼上一張五百塊的現金 雖然不感覺也是要背後拖寬 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